哈囉 大家好 我是RICO 歡迎回來我們的食材圖鑑系列 今天準備的漁獲也非常的特別 就是傳說中的 那個魚 小齊連齒魚 俗稱那個魚 又有豆腐魚西魚之稱 那個魚棲息在沙泥底質的海域 游泳能力不強 屬於肉食性 以小型無脊椎動物為食 牠們還會捕捉白帶魚的幼苗 所以常常可以在牠嘴巴裡發現白帶魚苗 牠的鳞片非常容易脫落 可能正是因為這樣又方便處理 才會成為大家餐桌上的佳肴 首先在處理那個魚之前 我們先來告訴一下大家價格 這次我買的那個魚總共花了600塊 當然不只這些 這樣加起來 舉起來差不多4公斤左右 4公斤的魚只要600塊 會不會太便宜了 這也難怪在一般傳統市場 看不到牠的身影 因為這種好東西 找到源頭的時候 就被商家給劈走 看來我的熱水器也相當認同 好 那我們第一個步驟 就直接先來處理那個魚 剛剛有提到 那個魚都是吃一些小魚 跟白帶魚微生 大家可以明顯地看到 那個魚的嘴裡 確實會有這種小型的白帶魚苗 我把它拉出來給大家看 有沒有看到這小小的白帶魚 就隱藏在那個魚的身中 那個魚雖然體長滿長的 但是白帶魚的體長也相當的長 看來魚界的深喉嚨稱號 就非那個魚莫屬 我們等一下就把那些小魚收集起來 然後再拿去乾燥 我們就可以來煮味噌湯 不過那個魚啊 牠的長相確實可怕 想像你在海中 如果你是一條小魚的話 然後一群那個魚追著你跑 嘴巴又張得這麼大 原地嚇爛耶 而且牠嘴巴可以張超級無敵大 這已經超過90度角了 好 剛剛講太多話了 要處理那個魚呢 非常簡單 我們只需要一把剪刀 首先呢 我們剪刀先把牠的頭剪掉 因為頭的部分呢 比較不好下咽 像這樣把頭剪下來之後啊 我們再沿著牠這個腹部 一路剪到牠的肛門 剪到這樣直接一路下去就可以 那個魚啊 雖然牠全身是可以食用的 但是我覺得小隻一點的 吃起來還是比較好吃 畢竟 越小隻牠的骨頭就越細 像剛剛我們把頭剪掉 然後肚子就可以輕鬆的 把牠的內臟全部這樣掏出來 這樣子呢 就是一條乾淨的那個魚 接下來啊 我們只要依序 照著肛的步驟處理就完成了 我們的魚處理碗 乾淨之後呢 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其中啊 我有商檢出一些小雜魚 這些呢 我們拿去乾燥 就如剛剛所說的 等一下拿來煮成味噌湯 乾燥完成之後啊 就獲得這些魚乾 味道呢 也是非常的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上次呢 我們生蠔那一集的豆蟹 我也把它拿去乾燥 等一下呢 我們就一併把它煮成這個味噌湯 第一道呢 我想做的就是煎魚 這邊已經準備好這個片栗粉 我們只需要把這個魚裹上片栗粉 然後拿去煎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只要等油溫大概熱到五成熱 就可以把魚放下去 然後用中小火把它兩面煎到金黃就可以了 像我們平常在煎魚的時候啊 最怕的呢 就是油爆 剛好我最近發現了一個超級好用的鍋蓋 這個鍋蓋呢 叫做鈣無霜 我們先把它蓋上再跟大家解釋 像一般的鍋蓋啊 絕對沒辦法像剛剛這樣 把這個紙蓋脫離 但是我們的鈣無霜呢 做到了 我們之前在煎魚的時候啊 油會噴得到處都是 但是蓋上了鈣無霜之後 它可以有效的減少90%的油噴 而且中間這種可拆蓋的設計啊 可以讓它的這個油煙更集中 這樣一來排煙的效果呢 也相對的更好 透過這樣的設計啊 抽油煙是在吸取這個油煙的時候 就更加有效率 這樣呢 可以大大的降低我們這個致癌的風險 這個必須買給家裡的料理人吧 這種鍋蓋啊 是設計成那種28公分 市面上最常見的這個 鍋子寬度的設計 所以呢 可以運用在各種不同的鍋子上面 而且我覺得這個中間可拆蓋的設計 真的超級棒的 這樣可以隨時觀察食材的變化 然後還可以投一點香料在這裡面 而且它這種空氣會流通 所以煎出來的魚也是一樣酥脆 接下來呢 只要等到另一面煎得金黃就完成了 下一道呢 我想說來做那個麻婆 畢竟那個魚啊 它有另一個稱號 就叫豆腐魚 究竟它的口感是不是像豆腐呢 我們就來做個那個麻婆來測試 首先呢 鍋子熱的我們放入那個魚 再來呢加入豆腐 然後一大匙的豆瓣醬 再來呢我們加入一些水 蓋上鍋蓋稍微燜煮一下 讓這個味道更融合一點 再來呢我們加入一些芡水去勾芡 開大火讓這個醬汁變得濃稠 最後為了讓口感有麻辣的香氣 我們加入一些花椒粉跟辣椒粉 這樣一來就可以起鍋囉 那個魚啊非常適合老人小孩吃 那講到老人小孩呢 不禁讓我聯想到粥這道料理 那我們現在呢就用那個魚來煮那個粥 現在水滾了之後啊我們加入那個魚 接著呢我們再往裡面加入一些調味料 然後呢再往裡面加入米 接著呢就等待它煮到濃稠就可以了 像這樣煮到濃稠之後啊 我們再打入一顆蛋 然後再關火這樣就完成囉 剛剛乾燥好的魚乾啊 現在就把它拿來煮味噌湯 現在等水快滾快滾的時候 就把魚乾放進去 魚乾裡面其實還有魷魚 稍微煮過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拌入這個味噌 攪拌均勻之後 我們的味噌湯就完成囉 最後呢我最期待的一道就是炸那個魚 炸那個魚呢我們必須用這個酥炸的粉漿 我建議大家直接買市售的 因為這樣就不用自己調那些粉 因為粉啊其實要加入各種不同種類 調起來呢會比較麻煩 接著呢我們只要把那個魚 加入調好的粉漿裡面 裹上這些粉漿 然後再拿去炸就可以 現在啊我們的油溫已經提升到 150到160之間 我們就可以準備把這個魚丟下去炸 這樣炸到金黃酥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先起鍋了 終於呢到了我們的試吃環節 我第一道要吃的就是煎那個魚 究竟那個魚的口感會是如何呢 我要開動 表皮跟尾巴還是吃得到那種酥脆的口感 那個魚太不得了了 它的口感吃起來比雪魚還要細緻 但是它的骨頭啊 吃起來有點類似柳葉魚那種感覺 但是骨頭又比柳葉魚還要軟 那個魚簡直就是海裡面的鑽石吧 小小一隻但是價值非常高 滿分十分的話 我給它滿滿的十分的分數 再來呢趁我們的炸那個魚還酥脆的時候 趕快來試吃 給大家聽一下它還依然酥脆的聲音 這麼美味的東西呢 我一定是大口的咬下 嗯 咬開之後熱氣還在奔騰的感覺 加上外皮酥脆還有胡椒鹽的這種味道 這就是已經許久沒有吃到的半桌菜 這種幸福的感覺簡直難以言喻 接著我要稍微轉換一下吃法 加入一點檸檬 這個味道肯定是一級讚的 嗯 這是Haven的感覺 太美味了 我應該有十年沒有吃到這個味道了 這個味道啊 在十幾年前我就吃過了 只是時隔非常久啊 都沒有再見到它的生意 這種酥脆的口感 配上裡面細緻的魚肉 簡直不能再高分 滿分十分 我給它十二分 非常的美味 炸那個魚吃完之後 馬上來吃那個粥 嗯 那個粥啊味道就相對清淡了許多 我覺得在早晨可以吃到那個粥 應該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而且那個魚的肉啊 可以完全融於那個米飯裡面 只不過唯一有點可惜的一點 就是它骨頭其實還有一點咀嚼的感覺 所以你在撈粥的時候吃到一點那種細細的骨頭 我個人是覺得 有點影響它整體的口感 所以滿分十分的話呢 我可能會給它一個7.5的分數 因為粥這種東西呢 我完全不想吃到骨頭的口感 但是味道呢還是非常的棒 下一道呢我要試吃的就是那個麻婆 究竟那個魚跟豆腐的口感 誰會更加的細緻呢 馬上先來夾一塊那個魚 接著馬上來試試這個嫩豆腐 它名為豆腐魚 果然名不虛傳 如果相較那個嫩豆腐之下 那個魚的口感反而更沒有阻力 吃起來比豆腐還要豆腐 而且我這個豆腐是嫩豆腐 它可以超越嫩豆腐的口感 真的是厲害 我個人呢也是滿推薦那個麻婆的煮法 因為吃起來比豆腐還要細緻 味道又很好 那個麻婆滿分十分 我給它十分的分數 十分好吃 最後呢我要試吃的就是這個 雜魚味噌湯 自製的小魚乾 不僅味道喝起來很濃郁 還有一點淡雅的味道 太神奇了 現在呢有個難題 我想要找出那個豆蟹 究竟豆蟹它吃起來的口感會是如何呢 喔 豆蟹的味道非常好耶 它的味道很濃郁 吃起來口感跟味道 都有點類似小蝦米的那種感覺 但是它的肉啊 又比小蝦米還要飽滿 我覺得很好吃 這碗湯滿分十分 我給它十分的分數 其中的三分呢 是來自我的創意分數 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非常感謝這個鈣無雙找我業配 我覺得它最厲害的就是它的紙蓋可以打開 這樣保持那個空氣的通風之外 還可以看到裡面的食材的狀態 重點是啊 在裡面的食材 不會悶到那種軟爛的感覺 煎出來呢 依然是酥脆的口感 現在呢 鈣無雙正在折折木枝上限中 各種鑿鳥優惠呢 竟在折折可以享受 那我呢 也都把鈣無雙的資訊 放在我的資訊欄裡面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上折折木枝平台去看喔 那喜歡我的影片不要忘記訂閱按讚還有開啟小鈴鐺 想看什麼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然後也可以去追蹤我的Instagram 上面有一些我的生活日常 還有一些短片 那我們就下個禮拜五晚上七點半再見囉 掰掰 不好我也要請EE ノ